那麼今天另外一個事情也蠻害人聽聞的 恩主公醫院 恩主公是不錯的醫院 那一瓶呢 BNT應該給六個人打 結果他給一個人打 所以院長鞠躬道歉 而且解釋為什麼打錯了 他說我看好像瓶子什麼蓋子要怎樣 標籤怎樣 以為是殘劑 所以就給他打了 六倍的量 那他很嚴重 現在打的這些人都住院了 觀察 看到底會怎樣 看他們到底怎樣 那他怎麼講 我怎麼想殘劑 我想大概這意思 他原來比如說瓶子這麼多量 然後加六倍要稀釋六倍 結果他以為是殘劑就給他打了 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在稀釋就給他打了 那怎麼會看錯呢 他說到後來開始都不知道 到最後整理發覺奇怪 瓶素藥品的量跟人數不太符 所以才去追究 才知道怎麼回事 說因為疫苗瓶蓋掉了 就以為是稀釋 這是舊的 恩主公承認是有疏失 他的院長 副院長王炯成出來說鞠躬道歉 我們的確疏失了 現在是拜託打的人沒有事 希望不害有事情 老陳怎麼看 怎麼會這樣子 這種事情發生當然也有很多專家有出來講東講西的說這個效果大家要注意 要這個後續要觀察多久 要不然這個效果跟撞火車一樣 其實發揮者有出來講沒事 真的沒事 還有呢現在又有人講說這個第二針就要打AZ 不能再打同樣 因為這個這個劑量那麼高 他抗體非常的高不能打同樣的 我告訴你我們樓上的化妝師問我說怎麼是這樣呢 那第二針不要打就對了啊 我覺得我們的化妝師比那個專家還聰明對不對 第二針不要打 因為因為他衰敗的速度是一樣的嘛 所以你很高然後下來 你為什麼要打BZ呢 對不對 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太相信恩主公這個副院長的故事啦 他是說是因為震動的關係 這個瓶蓋脫落 那是所有的瓶蓋通通脫落 而且他原來的量是0.45cc 0.45cc是很少很低 那你看到那麼多瓶蓋都脫落 通通是殘劑 這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你都把它當作一個劑量打完了 那你不是你那個那個注射戰的那個藥 不是很早就沒了嗎 那很多人知道外面等不是 本來應該打一百一百五十個人的 對打給二十五個人 對那不是都沒得打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奇怪 我覺得恩主公要把真實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因為很難相信 不過BNT在日本冰庫縣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也發生類似的這個烏龍事件 不過他們的人數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很希望知道日本發生這個烏龍事件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的瓶蓋也都掉落 我覺得這個人不太可能 那要問BNT 你的平台為什麼容易掉落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